经党支部研究决定 这次炸掉日军军火库的任务 就交给第一土地小组 潘队长 你对这次任务是怎么考虑的 我和战士们都仔细研究过了 神仙洞是一座 钢架火灵土结构山洞 它十分坚固 所以土工爆破不起作用 而是必须潜进洞内 从洞内到冰宝 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鬼子兵在洞外不防严密 火力交叉十分凶猛 一旦暴露 我们不但进不了山洞 反而会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我们研究决定 假扮日冰混进洞去 炸毁这座军火库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 好 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 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了 其他人随我在左翼侧翼 如果敌人前来增援 就坚决堵住 是 行动时间 午夜十二点 我听说你还没吃晚饭 我给你打来了 现在最要紧的可不是吃饭 你还能听他们 去炸毁日军军火库的事情 对不对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 能不能说出来让我听听 说心里吧 我现在既希望他们成功 又怕他们成功 这怎么讲 从大局上讲 我们和中共有关 不是 谁 有关 是 你是 你 不是 我是 你 你是 你是 你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碧雪华就是要用 炸掉日军军火库的实际行动 来挽回官方他们的心 出发时间到了 众令臣工 剑军完成任务 出发 走 出发 孙队长 千万要当心啊 莫师弟 可得挂上一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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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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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止 咱们制止得了吗 那也要制止 咱们中国军人的血流得还少吗 那个碧雪花主意已定 这就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啊 这样 这儿交给你了 我亲自去说服他 那你是不是该带个人跟你一起去 那你是不是该带个人跟你一起去 带谁 官风 好主意 那我去叫他 什么 宋平 什么 宋平来了 还有官风 他俩 他俩 他俩来干什么 我们是要劝你们不要去神仙洞的 你劝我们不要去神仙洞 对 你们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看到我们中国军人 在座无为的牺牲 战争就是要流血 有牺牲 所以作为一个指挥员 就更要珍惜自己战事的生命 宋平 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把手伸到我这里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你 我们是有党有军 又共同战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质下 我有责任提醒你 如果我明知前面是陷阱 而又无动于众的话 那我宋平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只怕是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个小九九吧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怕我们把日军军国库给炸了 抢了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风头 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 我的心底没有那么龌龊 是你太狭隘了 我狭隘 那你大度一个给我看看 看什么 把他和他的弟兄们让给我 我早说过 这不是我让不让的问题 他们愿意到哪儿去去干什么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权利 算了吗 我就知道你言不由衷 下话 替我送客 特派员 我觉得宋先生讲的有几分道理 您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宋告 毕竟话 你难俺们也太不当回事了 俺们不用你念 我先不结合 我先不说 他不说 我先不说 你第一个人 把自己给了 我再来 遇到 我去 文费 住人 不知道 你这不是狗咬吕东斌 不是好人心吗 你要是愿意死了 你自己去 何必拉了其他的兄弟 宽鳳 这是我听到你说的 最多的一次话 大方 大方 怎么了大爷哥 不好的 出事了 怎么了 向李强和他领马 他不见了 你这就是有原因 是 你这就是我 你这就是我 就是这里呢 是 我觉得我 我们怎么睡觉 我怎么睡觉 就是这里吗 拜拜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两山夹一沟 山上的树林郁郁葱葱 前面不远处 又是滔滔黄河 这里也是埋葬那些 胆敢挨犯中国军人的份 即便是这样 他们还会前赴后继 卷土重来的 这点我也是坚信无敌的 大方 咱们赶快去找 好 走 大方 咱们赶快去找 好 走 沐先生 你看 他俩回来了 苏大哥 夏花 要 先去把队伍解散了 解散 我有可能取消今天的行动 取消 快去 是 雪花 谢谢您的决定 这跑了这么远了 怎么还没看见小泥修的影子 是啊 这小子到底跑到那儿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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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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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 一破 你从那边尝过来吗 走 走 走 上啊 快去 马上带上人 这次 我一定要抓到活的回来 上马 苏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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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怎么了 小年一秋 他为了报仇 私自离队了 什么 提手啊 被朕已经带人去找了 你们几个 往那边 你 跟我到那边 你 往那边 撤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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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 毕竟 你撤准备 撤 撤 别推我 进去 别推我 你该站好了 我错哪儿了 我问你我错哪儿了 你错就错在 没有组织纪律性 组织纪律性 关你的组织纪律性 你谁呀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呀 我们是革命同志 我错了 你也可以说我呀 我吃饱了仓道 我说你呀 我就是要杀鬼子 我就是要继孙队长 还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怎么了 杀鬼子错了吗 错了吗 小金教 你少干扯 你就是错了 我告诉你 乖锋 你别以为你当几天 什么狗屁小队长 你就可以官让一起压死人 我不吹你那套 你再来说一遍 怎么了 再说一遍 那怎么了那事啊 李教 你跟你哥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就这样 你这样就不行 不行又能怎样 打架呀 来呀 我不按着你 走 走 这啥呢 盛律兆 你也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对 俺今天不跟你打架 你是不敢了吧 俺不敢 对 俺是不敢了 俺要跟你讲道理 道理 我告诉你 什么叫道理 杀鬼子才叫硬道理 那上金并利你杀鬼子了吗 这个上金我不认识 不是 李教 别扯犊子了 那宋先生你不认识啊 把你那向人打金牙 金兆鬼子 非议杀子都够闭上 不是 不是 这不好来不值 你们俩 敢把他拉到小屋里 跪下 你要关我 对 俺今天就是要关你禁闭 是 各排员 您真的要取消 今天的行动吗 这是上级领导 给您的集电 念 闪电 密布今夜务必突袭 日军神仙洞军火库 将其彻底炸毁 一物军机者 展 此令 上级这是下的死命令 可我已经答应送品和官封了呀 真是没想到 您是这么一个 没有原则立场的人 既然上级长官 给你下了死命令 那你就得不折不扣去执行 就算明知前面是虎坑 也得咬着牙往里跳 可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鲜血 一定是流得太多了 你怕死了是不是 你还在冲进美好的姻缘 是不是 你怎么这么迷恋官封啊 他不过就是个野村毛汉而已 如今 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 你不要再说了 不 我要说 你要让我看得起你 好 我改变决定 准备出发 好 没呢 这是 这对 我们均等了 突然 快去 让他失去理智 他听不进任何劝索 更看不到眼前这个巨大的危险 那我们怎么办 一定要把他们 从死亡现场拉回来 官方 几个队伍 博民党的闪电二度 卷土重来 快 快 宇宾 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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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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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照倒你们了 快撤 怎么 前面有敌人中兵埋伏 中兵埋伏 不可能吧 怎么就不可能 雪花 你听我一句句 为了全力的 你不认识的特派缘好啊 好不好 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报告 什么情况 快说 大批鬼子从俩子包装过来了 好 现在这还来得及 我掩护你们 不 或是我们爽不下来的 这个责任 李鹰由我们来承担 什么时候了 还你们我们呢 我们地形手 便于一笔托针 就那么听了 走 可怕也来 你还想说什么 你还想说什么 咱们 舅舅 撕吧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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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